先把豆腐切開,看看豆腐和蛋 把所有淡的鹽水清潔 各位,大家好,又是我聲稱和大家的職人吹水 自從出了兩集滷水的食品之後,都得到很大的迴響 很多網友都有幾百個留言 想清楚滷水怎樣保存 怎樣運作,怎樣保養滷水蛋 今天又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今天有什麼滷水呢? 片頭都寫了,很多網友都問了 滷水豆腐,這隻都是一些豆腐攤 它專門用來做滷水豆腐的豆腐 還有一隻還未炸的 還未炸的那隻呢?大家看看照片 那邊的照片 大家看照片之後,那隻還未炸 如果還未炸的話也可以用來滷水的 那隻會比較滑,豆腐味都一樣濃 這隻呢?因為它炸過後,外面的皮吸收了滷水 它就會更加入味,更加好吃 除了豆腐,就買了一些急凍豬頸肉 這些急凍豬頸肉,我們要怎樣處理呢? 我們要做一些基本步驟 這兩個豬頸肉很漂亮 不知道以為新鮮 好多久,放在冰箱裡 還要煮,放在冰箱裡 然後再拿一些鹽出來 用淡鹽水 浸泡十分鐘 用淡鹽水,逼一下冰箱裡 把冰箱裡逼出來 豬頸肉解凍凍之際,就把滷水推出 這些滷水,平時放在冰箱裡有冰箱裡 如果想著今天煮的,就隔夜放到四度 讓它慢慢鬆開 這個滷水包,平時放在冰箱裡 一樣放在底下四度一起隔 我們每次都準備幾片薑,這杯不是的,這杯我喝的 薑的作用呢,都是披一披豬肉的酥味 令它滷水更加昇華 把滷水蛋倒進去 加上滷水包 現在加水 加多少水呢? 大約五百至六百毫升 先倒進去 然後再放一顆冰箱裡 約一大小的冰箱裡 然後我們調味 滷水的味道 比我們平時吃的味道要濃一點、鹹一點 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先加魚露 先加一百毫升 一百毫升 一百毫升魚露 先放進去 然後我們放同等份量的生抽 都是一百毫升 一百毫升生抽 再放兆酒 也是一百毫升 所以我們先加了一百毫升 煮青 滷水 把小火灰水晾起了 滷水 然後將它面部 把插頭 把泡出來的泡粉全部都要先整整 做腦水的基本步驟就是 滷水前後,我們都要把泡沫塗上去 現在我們試一下味道 看看有什麼味道 就補什麼味道 現在的鹹度也差不多了 滷水準備好,現在我們就處理豬頸肉 我們把淡鹽水倒進去 把豬頸肉洗兩三次 把所有淡鹽水清洗乾淨 豬頸肉洗三次後就停水 現在處理豆腐 第一步先洗乾淨 把淡鹽水放進去 把淡鹽水放進去 進一步把淡鹽水清洗 不好的味道,把淡鹽水清洗出來 然後就把淡鹽水清洗 然後把淡鹽水清洗乾淨 然後把淡鹽水清洗乾淨 然後拿出一個盆子,有什麼用 把淡鹽水清洗乾淨 放一塊豆腐 我們這些豆腐和豬頸肉要分開處理 做淡鹽水其中一個竅門就是 淡鹽水蛋,淡鹽水豆腐 那些淡鹽水汁 我們不要跟淡鹽水蛋一起去處理 把豆腐放在旁邊,把豬頸肉放進去 用慢火煮10分鐘 至於滷水豆腐用最慢的火爐浸15分鐘 豆腐和豬頸肉浸了,把雞蛋拿出來 轉動,代表煮熟了,把雞蛋拿出來 雞蛋撕好,把豆腐放進去,一起浸 豬頸肉約煮10分鐘 這段時間,關火到最小的火 慢慢浸,浸多15分鐘 雞蛋和豆腐慢火浸了15分鐘後 我們就關火 隨便浸,浸到冷也不怕 豬頸肉慢慢浸浸 我們看看豆腐和雞蛋 做這些滷水豆腐,不是很複雜 我們不要大火滾它 如果一滾它,豆腐滷了就不好吃 我們還是慢慢浸 這個時間,我們可以放在碗裡 和雞蛋 放些滷水汁,浸浸就可以了 豬頸肉慢火煮15分鐘後 我們不要動它 我們關火 我們可以焗,焗它10分鐘,15分鐘 或者焗到濕溫都可以 豬頸肉約焗了15分鐘 現在我們就拿開它 如果有時間,要浸久一點,讓它更加入味 現在我們先拿起它 稍微吹冷一點 然後就可以切了 煮頸肉,攤了約5分鐘 我們就拿出豆腐出來 然後把醬汁拌一拌 我們首先切了豆腐 一開二 我們做起它,先放一層 然後這個也是 我們也是這樣,把它放開 慢慢 又是把它放好 然後把豬頸肉切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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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它,用一個片刀的方法 開一塊 然後我們繼續用一個片刀的方法 切成的 切成的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豆腐把它放好 然後把豆腐放好 到一邊拱橋的位置 那我們把滾起的滷水汁 然後把上面淋上去 這些滷水汁會比較濃郁 因為剛才煮了差不多35分鐘 這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要加呢? 加兩隻麻油 這樣就很棒了 滷水汁煮後 我們把香料袋放進去 然後我們用最密的格勢出來 把滷水蛋全部隔清 放冷,放進冰箱 豬頸肉完成了模樣 我剛才已經吃了兩塊 相當野味 喜歡吃滷水的網友,請按LIKE 喜歡吃豬頸肉的網友 訂閱我,職人吹吹的頻道 幫我分享這個滷水豬頸肉 其實主角就是豆腐 多謝收看 我先吃飯,下個視頻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讚 讚 感谢观看